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军 欢迎锁定今天6月12号 在星期三晚上8点50分 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 在刚刚8点钟 君临天下事直播当中 跟林非凡之间的对话 你已经听得出来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局势 它所忧心的是 今日香港 今日台湾 而一幕一幕的场景里头 令我们感到十分难过 如果在香港街头 从昨天的黑夜一直到白天 是你我的孩子 你的心情会如何 如果香港现在孩子 所出现的状况 未来会发生在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子孙 那你的心情又会如何 吴国界记者已经提出的 市井未来北京 想抓谁就抓谁 而逃犯条例呢 宛如像是头上架了一把刀 来自于香港社福宗教 所有的团体罢工总动员 他们为了向香港政府来表达 反对去修订逃犯条例 超过50个 包括来自于社福界跟宗教界 他们在今天全面大罢工 昨天第一时间 我们也告诉你了 那大罢工的范围 还包括了谁呢 包括了就是有空服人员 国泰航空公司 有1700多人加入了行内 国泰航空公司 你会想的是 老板是谁 员工不担心被fire吗 为什么坚持有很多人在今天 老板也自主性的去放假 没有关系 你们去放假 有人公开表明 连数就是反对恶法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强度关山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思维 重回大现场 连线包括在香港 包括在台湾 声援香港的学生 这样的场合 包括连线到美国纽约 全球都在声援当中 全球众多的媒体 几乎人都来到了香港 但是香港遭到包围 立法会 未来的结局是什么 今天急转直下 二读在刚刚宣布是延期了 但是香港这一次串联全世界的反送中 有来自于各级响应 罢工罢课罢市 遍地开花的同时 一百多所学校的罢课 包括了香港特首呢 林郑月娥的母校 也在罢课的行内 而在台湾 北中南在进行串联当中 这是林非凡 她所喊出 今日不发声 明日发不出声 今日香港 今日台湾的命运 究竟台湾会选择冷漠吗 今天林非凡来到我们现场 而我们看到逃犯条例通过之后 所爆发的寒蝉效应 美国 英国 现在官方都说话了 压力如果出现在中国的话 请问一下 中国政府 如果面对 这香港的特区政府 沦为一个傀儡的话 中国政府执意要蛮干 你觉得此刻 谁可以给中国压力 谁可以改变香港的命运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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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